眼瞅着这双十一又到了 这次又到了买买买的季节 趁着各大平台有活动 花了两百多块钱吧 买了一件鸭鸭的羽绒服 钓牌架标的可是两千多块钱 与其说是一件羽绒服 也可以说它是一件冲锋衣 一件三川 外面是一件冲锋衣 里面是一个羽绒的内胆 其实之所以买这件衣服 就是冲着鸭鸭这个老品牌来的 标的是鸭鸭的九零绒 老品牌嘛 感觉还是挺可靠的 钓牌价两千三百九十九 好家伙 这价格确实挺高的 仔细看了一下 双头的拉链 这一点设计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家小朋友自己挑的颜色 整件衣服拿在手里面 还是比较轻盈的 也闻不到任何的异味 家里面有小孩子的都应该知道 这小孩子长身体 每年都要买新衣服 尤其是买鞋子 有时候感觉都穿不了几个月 鞋子就变小了 回归主题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压压的冲锋衣 也就是羽绒服 我们家孩子的第一反应说 是拉链挺丝滑的 这一刻我倒想起来 我小时候第一次穿鸭鸭羽绒服 所以八年后 小时候都是穿着棉袄 第一次穿羽绒服 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太短和 太轻盈了 不得不说 对鸭鸭这个品牌 还是有很多情怀的 衣服很合体 我们家孩子也很喜欢 要不是穿的有点热 估计还想再穿一会儿 现在准备把里面的羽绒服拿出来 然后直接穿冲锋衣 冲锋衣可以防风防水 适合春秋天穿 如果说天气冷的话 再把羽绒服套进去 突然间感觉这件衣服 买的也挺值得 这几年四季除了夏天不用穿 其余三个季节都可以穿 当然这个羽绒服 也是可以单穿的 应该是属于那种 轻薄款的羽绒服 正所谓 人靠衣装马靠岸 这新衣服一穿 感觉也挺帅的 大家说是不是 上身羽绒服 下身穿短裤 想想也是无敌了 大家觉得这身衣服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 评里留言 感谢各位